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农历秉承年 农年 润八月 共384天 每当人们谈起1976年时都会说 这一年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一年 对中国人而言是最不平凡的一年 那为什么说1976年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一年 其主要原因是发生了这四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吉林雨时雨 发生在1976年3月8日吉林市北交 这场陨石雨软灵之大 重量之巨 数量之多 形状之奇 标本收集之风军居世界首位 它为当代世界科学界带来了大量宇宙信息的同时 也为中国江城吉林市的旅游业增添了奇才 成为关东大地旅游观光的一道独特景观 第二件大事 七二十八唐山大地震 此次地震造成24万多人死亡 将唐山这个人口达到半 半的繁华城市瞬间移为平地 古今中外 每一次巨大的自然灾难 都是以更大的历史进步作为补偿的 唐山大地震 使唐山人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但也给全人类带来宝贵的精神财富 并诞生了中国的地震社会学 让中国的防御地震灾难迈出了一大步 使得中国抗震救灾的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第三件大事 中国三位伟人相议世事 这年一月八日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与世长辞 七月六日 新中国开国第一元帅朱德世事 九月九日 伟大领袖毛主席世事 三位伟人的世事 对那时的中国人而言 如同鼎天助他的一般 肚子所向 整个中国都陷入了极大的悲痛之中 随后 在邓小平同志的带领下 中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第四件大事 结束文化大革命 粉碎四人帮 此举结束了十年浩劫 从威纳中挽救了党和国家 挽救了革命 使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 十七 具有的话时代的意义 这也意味着 中国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因为第二代领导邓小平同志即将登台 此后 他将带领中国走向富裕和富强 喜欢的话多多关注 多多点赞 多多收藏 转发和评论 谢谢 本人其他文章也很精彩 欢迎品读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optimum